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真的7点18分了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曼柔 这个用水的问题的确是困扰的大家 对 这一个礼拜台北几乎都在下雨 我觉得第一天礼拜一看到下雨的时候 大家好开心 第一次看到雨不是讨厌 是开心 对啊 想说这个可是现在接连下了一个礼拜的雨了 那么大家就在想说 既然都下雨了 那么对于解除旱象是不是有帮助呢 这个话题 每天志平都在被邻居也好 被很多小朋友问到也好 其实坦白讲 今天我们要请专家来告诉你 是带给大家最新的数据 北台湾一直在下雨 那到底有没有下载集水区对水库的注水量 有没有帮助 我们要请教的是经济部水利署主任秘书赖建信赖主密 主密你早 主持人早 全国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谢谢主密一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主密这个从礼拜一开始 今天礼拜五了 已经下了五天的雨了都 到底对于解除旱象有没有一些帮助啊 对的 从3月23号开始 也是周一开始 在中北部地区啊 都各地都有感受到明显的降雨 尤其是现在是在抗旱的时候啊 来了这场雨 那确实带来给我们欣喜 那依照我们的统计啊 那石门水库集水区有降了将近65毫米的这个降雨量 那对于水库的溢柱啊 也相当的多 那我们观察水库水位的变化 降雨前跟降雨后啊 水库水位大概上升了1米2左右 对对这个数字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 上升1米2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整个用水量可以再多增加几天啊 大约我依照我们的统计大概是12天左右 下了一个礼拜 听起来12天 只能补12天哦 是 有一点点让人觉得惊讶跟沮丧 因为只有12天 接下来台湾还有需要用水的时候啊 水清依然很严峻吧 对 我们现在面临这个大概是10年来最大的这个大旱 依照中央气象局的记录显示 过去几个月以来 确实是历史上记录降雨最少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离枯水期啊 结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那现阶段这个春天跟 这个梅雨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形态相当的大 所以我们还是会要呼吁听众朋友 大家一起节约用水 是 刚刚主命您提到 这是10年来最大的旱情啊 那么 所以呢 很遗憾也要告诉大家 那所谓的第三阶段的这个限水措施 也要开始做了 4月1号正式开始了 那主命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限水措施 大致上基本是会怎么去执行呢 所谓第三阶段限水措施 就是分区轮流供水 那听众朋友家里面收到的水单 它会有供水区域 那从4月1号开始 在不同的区域 我们所谓供五停二 就是说一个礼拜里面 那也许是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个区停水 然后供水 礼拜六礼拜天停水 是 然后分不同的区域轮流来 来实施 那这一次的实施 大概主要在板新跟桃源地区 大概分个三区 是 这个正确来说 就是桃源 新北市 板新 还有林口 还包含新竹地区 好 不过主命你刚刚说 这次的降雨是主要在中部跟台湾的北部 那南部呢 南部现在的缺水 如果说这次降雨没有降到南部那么多的话 南部的水情不是更严重吗 南部在这一次的降雨 大概对于南部最重要的水库 真纹水库系统 大概得以增加一天的沿上工水的时间 好吧 北台湾我们是12天 我们虽然已经觉得很少了 但是南台湾是只有增加一天的供水量 对 那怎么办呢 那所谓的这个第三阶段的限水措施 对于在南部会实施吗 基本上 现在北部地区的水库 尤其是石门水库 它是 它从营运51年来 它的蓄水率是最低的 蓄水量也是最低的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关注 在石门水库 供水区域 嗯 了解 好 所以这个南部的民众 虽然没有实施 但是可能还是要注意节水 对 好 那这个 各位会不会觉得说 节水真的是很不 很不方便 那所以 假定说 假定说 一直就不下雨 特别是在南部 也一直不下雨 或者是这两天这个春雨 下下下 好像也许接下来 因为好像明天就要 就不下了嘛 这气象预报是这样说的 暂时是这样说的 那会不会接下来 还有第四阶段呢 第四阶段会不会更严格 确实 我们必须要做这种最坏的打算 也要做最好的准备 是 所谓第四阶段就是定时供水 定时供水的意思是 就是 特定的时间 才供给水量 其他的时间都不供了 天啊 是什么时候呢 我基本上 历史以来 在台湾地区 并没有实施过 这个第四阶段的限水措施 那在前一次啊 我们在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啊 我们要回溯到民国91年 91年当时在台北市 还有这个满新 桃源地区 都曾经实施过第三阶段限水措施 是 那时候是2002年啊 民国91年的时候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家的 这个储水潮 这个水塔的水 已经没有了 那就等于大家打开水龙头 也不会看到水了 在定时之间当中的这个时段里面 那那个是一个非常 这个特殊的这个状况 是 主命啊 我想继续来请教您 就是有很多的听众 也许会这样的问 就是说 所谓 实施所谓的第三阶段的限水措施 刚刚您提到的是所谓的满新地区 或者是刚刚提到 总有三区轮流供水嘛 可是大家就会问说 为什么选到的是我住的地区 而不是你住的地区啊 这个选择的这个考量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三个区域轮流供水 全部都是在石门水库供水区域 只要他家的自来水 是来自于石门水库供给的 基本上大家都要共体时间 分区轮流供水 也就是说像刚刚竹蜜所提到 这三个地区的民众 可能这段时间也特别注意 不过呢 如果不是在这三个地区的话 比如说我是在台北市 那台北市因为使用的是 翡翠水库的水嘛 那听说翡翠水库的水 听说还可以用到五六月份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肆无忌惮的用水呢 事实上水资源非常珍贵 在现在桃源地区的民众 他使用石门水库的水 从家里面水龙头 开出来的每一滴水 他要经过集水区 将近一百公里的集合到水库来 然后再经过差不多七十多公里 的自来水的管线 才送到家户 所以水资源是来得之不易 基本上这个节水 就是说避免这个浪费水的行为 然后养成节水的好习惯 我觉得是不管是在哪一个区域 大家都尽量可能的话 可以去珍惜这个水资源 因为确实在这个气候变迁的时代 我觉得用水更加重要 是 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 访问到学经济部水理署的主任秘书 赖建信赖主秘 主秘 其实我们看台湾 从2002年发生一次严重的干旱 到现在2015年 我们不能只是说 看老天爷的脸色赏水喝 其实在水库方面 藉由这么多次写淋淋的教训 也有很多人在思考 是不是水库的淤泥淤积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有没有解决呢 有没有面对呢 确实 石门水库我说的 从它营运50几年来 它面临了非常多的 等于说大台风的考验 特别是在爱立台风的时候 民国92年的时候 它对石门水库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它一次来的这个泥沙量非常的大 那解决水库的淤积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 集水区来多少泥沙 那我们想方设法 把这些泥沙排出水库 那这样水库的容积就不会减少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首先可能必须要在 这个水库积水区的保育 水路保持的工作上面 把它做好 这就是问题所在 因为我们在水库周遭的环境 的确有看到很多烂肯烂发的行为 甚至有种植一些农作物 葡萄树的状况 这怎么解决呢 必须要好好控管 所以现在我们在 不管是用航空摄影 或是摇册 这个卫星 我们可以去区别说 哪一个区域 是有这些所谓的烂肯烂巴 然后前后期的这个摇册的影像 或是航空照片 比对之后 发现说 这个地方有异常 然后就相关单位的人 就去查询 这个是利用科技 可以去处理 所谓的我们烂肯烂法的这个问题 是 主名 这个我们时间其实有限 那么其实有关水的问题 好多好多想要请教你 有听众问到就是说 这个未来可能 听说水价的调整 会有一些新的措施 比如说会有两种水价 或者说水价要再调涨了 那请问目前的规划是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还没有实施 对不对 那目前有朝这方面规划 规划大概情况是如何 在水的价格方面 我们现在首先在推动的就是说 我们发现 这个用水量比较多的人 在集中在少数的 我们所谓用水大户 这个用水大户 依照我们的统计 它每个月用水度数 1000度以上的 就是说我们所谓用水大户 那一般家户 每个月的用水量 都在60度以下 那我们发现说 这一些1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 它户数虽然比较少 全国差不多5700多户左右 但是它却使用的水量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先推动 所谓耗水费的征收 就是针对这些用水大户 那它的水价的部分 给它附增10%到30%的费用 是 那征收这些费用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 说所谓的这个 酷汗时期的用水调度 或是说管线的简陋 或是辅导 再回馈这些厂商 辅导他们 在用水技术的提升 这是第一步 因为一个用水大户 它一个月用的度数 就相信很多的家庭要用的 那当然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说 可能不同阶段的 我们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旱季水价的这个规划 那我们现在在做评估 当然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 在台风时期 或是夏天的时候 这个水量很多 然后在现在 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 水量就很少 大家是不是要加强去节约 不过基本上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水价的 原来的组成的公式里面 我们去检讨 因为过去的水价的公式里面 也许只反映了 原来供水设施的供给成本 而没有考虑到说 所谓的环境啊 还有说有我们的虫子啊 这些的成本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从 这个方式先来实说 是 这除了节约用水之外 还有水价的一个征收啊 那政府还做了什么样 积极的行为呢 因为我们看到新加坡 它其实长期仰赖 马来西亚供应水 那于是呢 新加坡就思考 怎么样采取海水淡化 或者是发展污水回收 再利用的产业啊 台湾这方面做的怎么样呢 台湾不管是在海水淡化 或是污水回收再利用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推动 在过去十年来啊 我们常常会感觉到 离岛的地区啊 不但是缺水 还甚至它的水啊 要从台湾运过去 那运过去的成本非常高 比如说马祖 金门 甚至澎湖地区 它这个水资源 常常说会很缺化 所以说 常常会有一些 所谓限水的状况 可是自从我们在 差不多十年前开始 推动的海水淡化厂 行射完之后 在这次的旱灾里面 在离岛的这个旱情啊 就没有产生旱情了 那至于刚刚主持人 所说的这个 这个污水回收再利用 我们所谓 新加坡所谓叫做 New Water 那我们这边叫 再生水回收 那这个目前在台湾的 使用上面 每日大概只有 四十万吨左右 所谓四十万吨将近 将近是整个新竹市的 县市百分之八十的用水量 大概是来自于再生水 但是我们认为说 这个水可能要去 积极的再去开发 所以在另外一个专工 这个工业用水的再生水厂 在高雄地区 在106年的8月 就可以完工了 我换句话说 原来使用自来水的 这个工业区 它就因为有再生水的益住 所以它不再去 需要去仰赖自来水 是我们现在比较多看到 再生水的利用 是在马路上的 那些路数的浇花 对不对 浇水用 对 是所以如果是 一般的工厂大户啦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去申请 这样的再生水呢 现在这个都市 每天产生的这个 这个 废水 然后经过 武水厂处理之后 然后它就进入 这个河川 那现在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也许是浇灌 谁是可以提出 去申请 事实上在各县市政府啊 它都有一个联络的窗口 大打1999 那只要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提出 提出申请 是特别在最近 水晴吃井的状况之下 有一个这样子新的管道啊 大家可以这个 在今天的空中听到 如果真的有一些 大户工厂急需用水 或者农业也需要用水的话 可以打各县市的 1999的电话 是 去寻求再生水 就是再回收资源 干净的水来运用啊 好的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 前半段是为您访问到 经济部水利署的主人秘书 赖建信赖主秘 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省水的相关的措施 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下了一个礼拜的雨之后啊 我们看到对水晴的帮助有哪些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主秘你跟我们的分享 主秘谢谢咯 谢谢主持人 台湾缺水 从北到南 水晴拉紧报 面对严重的干旱 难道只能靠老天爷下雨 您认为将海水淡化 污水回收再利用是解决的方案吗 还是你本身就是节水高手 有妙招呢 早上七点半到八点 早安台湾 邀请您一同为水资源找解方 参与节目就送央广特制手机调试 数量有限 大陆华北东北听友请播 免付费电话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播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台湾听友 您可以播022-885-3003 或者是透过QQ网路平台参与节目讨论 我们的QQ码是405473707 QQ群是93444430 或者是160247629 无法打电话进来 请向您的意见 还有姓名地址 寄到早安台湾电子信箱 TW007 小老鼠rti.org.tw 奖品一样送给您 早晨七点半到八点 欢迎抠印解汉相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周五大声宫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7点37分42秒了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今天我们谈到水的话题 听众朋友 您是不是很习惯水龙头打开 就有这个源源不绝的水呢 当然咯 真的我也是这样 可是刚刚听了经济部水利署主秘说的 即使台北市连续五天 这个礼拜几乎都在下雨 但是我们也只让我们的水库 多提供了12天的民生用水量 只有12天 这是台北呢 在南部的话还只有一天 这更夸张了 是的 所以在这个吃紧的状态之下 我们怎么去寻求真的风调雨顺呢 接下来我们要开放听众的现场call in 来聊聊这个话题了 是 有位听众已经打电话进来 这位是我们的忠实听友 确许 确许 你早 大家早 王如 王如在吗 你好 王如早 是 这个缺水怎么办了 你的省水庙方是什么呢 省水庙方哦 我有一招我自己有在用 但是另外一招我都没在用 怎样呢 说说看 我有一招就是我洗澡的时候淋浴嘛 我脚底下踩着一个澡盆 把那水切起来 洗完澡之后呢 那些水因为有沐浴乳嘛 洗发精嘛 我就用那些水洗衣服 哦 还没完 还没完 是 洗完衣服以后那个水 还可以拿来拖地 哦 你 还没完 还没完 你确定 你确定还可以拖地 拖地啊 当然拖地为什么不行 它只是一些清洁剂而已啊 拿拖地正好啊 拖完地还没完 然后还可以冲马桶 哇 真的是应用的好彻底哦 最后是冲马桶 还有一部分我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我在家里我不煮菜 那是我老婆在用的 是 洗米水 嗯 留下来之后 嗯 洗碗 啊 洗完碗之后 还没完 嗯 浇花 啊 啊 哎 对 所有养分都在里面的啊 人家说洗米水浇花是非常好的 洗米水它可以洗碗 它有清洁的效果 那洗碗那些油脂什么 最好是养分 对 那浇花是最好的 哦 那另外我会在我家里的马桶 嗯 就是一般规格的马桶都一样啦 嗯 可以放入两个600cc的这个保特瓶 接着 哦 是 这是我会做的事情 哦 所以 我说你你今天怎么讨论这个话题 你是有看到我脸书在写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 我觉得台湾一个海岛型的国家 哦 为什么不大量新建海水淡化场 嗯 我们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 是 那我们光靠这个降雨 然后水库的雨量来用水 当然也是要啦 嗯 但是我们 我们 上面有东海 旁边有太平洋 这边有 台湾海峡 下面还有巴塞海峡 我们如果用海水淡化的话 我们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 嗯 但为什么不去到 呃 台湾所有的县 只有南投县不领海 其他所有的县 每个都领海 是 为什么不大量新建海水淡化场 对 我们刚刚有问经济部 的官员啊 据说我们在高雄这边 有海水淡化场 但是 明年才会正确的完工啊 这也是 真的确许提醒我们的政府说 真的应该大量的运用啊 这才是一个 真正的 治本的方法 因为 台湾四面环海嘛 等到缺水的时候 现在想哦 都已经慢了 嗯 人家新加坡就是这样子啊 我有个朋友在 在外岛当兵 他说 以前的技术很差 嗯 喝起来会闲闲的 洗完澡还会黏黏的 现在不会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水 然后只要潜水不下去 清那个淤沙就好了 嗯 这是为什么不做 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有个朋友会想说 这不会做的 绝对不会做 为什么 没有赚头 你看水价多便宜啊 二十年 二十多年没有调整 是 油也涨了 电也涨了 瓦斯也涨了 水从来没有调整过 是 我觉得该涨就要让它涨 是 这个确许讲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台湾的所有的这个能源的价格 是不是都太低廉了 除了水之外 我们想到的是油 油的价格 还有电的价格 这个油电一涨啊 这个大家都 这个 这个 跳 跳起来了 所以呢 因为台湾是 亚热带的海岛型国家 所以他 没办法 每天一定要洗澡 欧美人是没有天天洗澡的 为什么他们的香水 为什么 欧美人是没有天天洗澡的 甚至印度人啊 一辈子是洗三自澡 出生 结婚 死亡 洗三自澡 但是我们不行啊 我们一定每天要洗澡啊 那怎么办呢 好 印度人是不是一生只洗三次的 下回我遇到 遇到印度的朋友 我再帮你问一下 真的啦 真的啊 好 我们非常谢谢确许打电话进来 确许谢谢你哦 好 拜拜 拜拜 宛如 你能想象吗 一个人一生只洗三次 真的 我知道 在中国大陆 比较西北的地方 缺水更是严重地区 因为可能也是高山 这个水资源本来就不容易储存 他们的民俗习惯 可能从长辈到现在传下来 就是一生洗三次澡 真的哦 真的 真的 看来是我少见多怪 没有没有 是因为很多台湾的志工会到那边去做在地的服务 所以在台湾我们天天洗澡 很舒服 畅快 可是那些志工告诉我说 他们到那边 真的水好好好的一滴一滴的省着用 洗澡真简直就是擦澡了 也不能像我们用冲的 用泡的 不可能的 好 这个 所以台湾我们如果没有出国去到那样子环境 我们真的不知道 是 真的是这样 所以大家赶快体验一下 好 这个在线上有一位 除先生等了很久了 除大哥您早 您早 直接您早 除大哥想请教一下 您那儿会缺水吗 安徽会缺水吗 在我们这里呢 因为超乎必然啊 自然来家不太缺水 感觉不到那个感旱去水这个程度 在您的印象里面啊 曾经缺过水吗 有干汗干汗过的 50年代500年代的大干汗 全部人员都吃东西 在缺水啊 抗汗保苗啊 是 那所以 所以假定这个时候我们来请教您说 这个要您节省用水的话 其实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 应该是很遥不可及啊 这个 就用水了 虽然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不太缺水 但是接触用水还是 经常讲 之后也还是听您讲 这个训终部门报纸啊 媒词啊 媒体上啊 都听您还是紧张 经常教育 教育群众 特别是小孩子 学生时代 就要抓紫 是 学生时代就要教育 我们的下一代说 水资源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的确在特别是 我们在面临全球暖化的时代啊 这些水 不是这个整个地球 崔大哥 你们感觉到不是大汗 就是大水 对 有些地方雨啊 或者雪啊 这样的特多 但有些地方就干渴的不得了啊 对对 所以真的 省水是太重要了 对 我们这里每个镇 每个镇 现在都有五水处理厂 五水处理厂 五水处理厂 那处理厂来的水呢 就为什么什么呢 就为什么这个供应水 或者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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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四天的 四 四 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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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污水 这个污水处理后 这个水就是 用到脂肪里去 每个象征 现在都有污水处理厂 也有自来水厂 是的 在台湾我们也有污水处理过后 再利用的状况 像是灌溉啦 然后也希望说 我们其实一般的民众 也可以去申请这些污水 进化之后的这些洁净水啊 每个乡镇都有了 对 每个乡镇现在都有了 谢谢楚大哥你的分享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的 现在时间是早晨的 七点四十六分二十一秒了 那么在QQ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啊 网友们都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有这么一位网友啊 他在经过询问以后 他是叫做 Hamley Hamley 那么他说啊 我问他说 哎 升水的方法有哪些啊 他说很多呀 这个洗米的水呢 洗菜的水 其实就可以重复利用了 用来浇花了 或者说再去洗水果呀 都可以啊 那么这个方法 跟刚刚确许所提供 我们的其实很像 很类似 而这个洗衣服的水 还可以用来冲马桶跟拖地 哎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了 太有默契了 你就是生活当中的小技巧啊 真的很重要 而且你知道现在台湾缺水 这个水瓶吃紧的状况之下 你只要省水哦 你现在的用水量比上个月 或者是比去年的这个时候少的话哦 你经这个月的水 你就可以得到优惠 就有一些折扣 所以真的省水的这些小技巧 大家要动起来啊 没错 没错 好这个在线上 有一位许小姐打电话进来了 许小姐您早 喂您早 是 嘿这个 你所在的地方是江苏 是吗 对 我是江苏的 苏州市的 是 请教一下 江苏曾经缺水吗 或者说这个时候缺水吗 苏州应该说 虽然说苏州是水尘 不过好像也有缺水的情况存在 嗯 是 也不是水源很丰富吧 是 那您怎么样去解水呢 嗯 解水对我们平常老百姓来说的话 那平时在家里 像一些桃米水啊什么的 就不弄随便便掉 那桃米水可以再继续洗菜洗肉 那洗过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用来冲抽水那种 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下来很多水 哦 就会接受不少 那再加上 呃就是平时呃 洗衣发生的 那用水就省一点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相对来说 可以接受一下水之源吧 是 嗯 好 这其实大家对于省水都很有概念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真的好厉害 可是真的会落实吗 对不起啊 我我不是质疑你了 许小姐 你也不会吧 您说应该不会落实 还是应该都会落实 呃我认为应该 嗯 总算 对于 对于现在来说的话 还不会全部落实 嗯 不过来 在将来应该说应该会全部落实 因为水资源越来越紧缺了 可是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不方便啊 那你怎么办 嗯 我倒是不觉得不方便啊 嗯 就是我家里已经习惯了 对 其实这个习惯了就觉得说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我也这么感觉的 是的 没错没错 好 谢谢你 许小姐 你的来电啊 谢谢 谢谢 拜拜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啊 这个我们都会赠送你这样一个手机调试 这是真的还限量特制的哦 是央广上面有我们自己的logo标示的 嗯 谈到了水 节水啊 刚刚好多听众朋友献策啊 其实现在节约用水真的是台湾的全民运动 我看到一个报道 是台北科技大学创新设计研究所的同学 他们就设计一个节水墙 嗯 这个刚刚很多人都讲到淋浴 然后可以回收那些 可能你一边冲枣啦 下面就有一棚 有个桶子可以接水 对不对 那这些同学设计的节水墙 就也是类似的概念 就回收淋浴没有用到的水呢 转换成冲马桶用水 好 这个概念今年拿到德国IF设计奖的 梅尔特别奖 全球只有七个作品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但是他不是用水桶 他是很先进 这个而且美观的方式 他说淋浴的时候呢 同学就讲啊 部分的水冲洗过身体之后会流到地板 那部分会流到墙面对不对 那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于是呢 他们就把墙设计成六角形的壁砖 那壁砖跟壁砖之间还有凹槽 这些沟槽就等于是可以收集你淋浴的时候 泼到墙面的水 再顺着沟槽往地板流 然后呢 有一些水呢 就是有一个管线 可以直接注入到冲水马桶这边 哦 所以淋浴的水就直接透过墙面的凹槽 到冲水马桶 或者到你想要收集的一个水槽里面 这所以要省水还真的是很有方法的 对 这些同学很不简单 只是你研究所的同学 想出了这样子的方法 叫做节水墙的概念 你想想看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的话 可以省下来水是很可观的 是的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听 这个下一位听众朋友的节水庙方了 你好 张先生 你好 张先生 您在线上吗 是 张先生您从什么地方打过来呢 广东珠海 广东 好 请教一下 广东目前缺水吗 这边靠近沿海一般都不缺水 一般都不缺水 像我们老家就可能就缺水 但是我觉得城市里面的话 可以节约很多水 就比如洗菜啊 这些各方面厨房用的水 然后可以用个桶 大桶 如果有空间存起来 可以 拖地板 拖了地板的时候 还可以从厕所 这也就节约啊 然后洗菜的时候 可以 洗了衣服的时候 也可以存起来 拖地板了 然后最后才拿来 冲马桶 这些可以节约很多水 城市里面 像农村的话 就拿来种专家 可以节约 然后像城市 城市的话 有的城市活到 无水的话 可以 引到那个净化厂 把它净化了之后 然后可以拿来 浇数啊 或者是其他酒店 海洋里面又 缓分 又可以用了 海水淡化了 是 这个 其他呢 假定说 假定说限水的话 对你来讲 限制用水的话 对你来说 你会不会觉得 很不方便 好讨厌 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如果水的确是缺的时候的话 你该节约还得节约 像农村一样 天干凌 没有自来水管的话 就很讨厌 用的地方去 那你不得不得节约啊 现实就那样啊 然后你 能少用就少用 你就是 像我刚刚说的 可以 反复利用很多次啊 可以反复利用很多次 真的 好 谢谢你张先生 您的来电 谢谢 谢谢哦 谢谢 现在时间是早晨的 7点53分30秒了 那么在这个QQ上面 也有很多的听友 一直持续的在表达 他们的意见 像志平刚刚所说的 这位Hamley 这位听友呢 他说 其实 他有一个方法 是大家刚刚都没有讲到的 一个就是这个水龙头 可以安装解水器具 是这样子吗 现在台湾有在贩售了 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可以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收到不少 听众朋友来信啊 像我手上有一个江苏的李先生 他的来信 他就谈到说 最近他了解 透过我们节目里面了解到 台湾的旱灾很严重啊 多个水库告急 那他说他家乡是一个水箱啊 出门就是河 水很多 好想给台湾同胞输水啊 谢谢你 好温暖 是这个江苏的李先生 谢谢你了 他说呢 缺水啊 是全球普遍性的问题 中国大陆就是全世界 13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 我认为缺水主要的原因是水污染 而台湾这一次的缺水真的是天灾啊 他说我感觉新加坡在节水方面的经验 值得两岸学习 比如呢 政府提供免费的节水环和节水阀给居民使用 这些就是水龙头上的一个节水设施啊 可以节约用水量10% 还有呢 他提出台湾四周都是海洋啊 海水资源取之不竭 如果能够将海水淡化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是 另外呢 在QQ上面 这位停友他也说的非常有意思啊 雪液无棉 这位停友 他说在马桶里面的水箱里面放一个装满水的可乐瓶 这样每一次都可以减少一次的这个冲水量 另外这个餐具上的油污 这个方法很特别 宛如 我们可以学起来 就是就是餐具上面的这些油污啊 可以先用这个纸巾去擦拭啊 擦完了再来洗 那么就可以省很多水 这是他特别的经验 不过这个用纸巾啊 也是一个这个消耗自然资源 但是我有一个方法 我平常在用的 就是你的确这个可以用纸巾 通常我们会擦嘴 吃完饭会擦嘴擦手 对不对 擦完之后再去擦你的碗盘 等于是一张纸巾你可以用两次哦 对啊 这是更好的方法啦 也提供给大家 这平常呢 我在使用的方式 提到的这个省水的方法 其实啊 我们刚刚听众提供了好多好多的办法 可是呢 其实在经济部水利署的网站上面 不但有这些方法 他还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如果你用这些方法 你可以节省多少水 非常非常的科学 我举个例子告诉大家 比如说刚刚都有提到 你用你的这个洗菜 洗米的水来代替啊 就是拿这些水来浇花的话 你知道吗 一次可以省下三公升的水 三公升对一个人虽然来讲 其实不多 但是呢 累积起来 每个家庭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 那可就可观了 还有就是最简单的 大家一定要想到的 冲水的马桶啊 如果你用两段式的冲水的话 一天就可以省下三十公升了 洗衣服的时候呢 你改用省水流程 洗衣机上面都有这样的按键 你去找一定都有 一个人每天就可以省下十五公升来 这个非常非常不简单哦 是 我们还有辽宁的理性听众啊 他就告诉我说 前几天啊 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 也看到了辽宁景州也要缺水了 提倡我们景州市民节约用水 他说呢 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节约啊 不要等到真正缺水 才开始想到减少用水量 好 这是辽宁的理学 谢谢你的来信啊 是 非常谢谢你啊 还有马来西亚的阿拉伍也说了 他说呢 很多地方都面临严重的干旱啊 他说我居住的地方 一年前哦 就是几乎没有下雨 水库的蓄水量下降 缺水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麻烦啊 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珍惜 是这个有关于很多水水的这些资讯啊 多欢迎各位听众呢 您可以上到经济部水利署的网站上面去看 因为这个时候趁这个时候啊 非常热门的话题 也正好可以加深你的印象 所以呢 志平跟宛如是非常非常的主张 你可以赶快去看一下 是也可以上我们的早安台湾脸书粉丝团留言哦 告诉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粉丝们你怎么节约用水的 好 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点58分25秒了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今天会有哪些重要的新闻大事 立法院今天同样有议会的举行 而行政院长毛志国会去这个备巡啊 而这个在立法院里面相当重要的这个有关于修宪的话题 今天就会有一场记者会 是这个修宪公投榜大选 还我世代正义门票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18岁公民权推动联盟他们所主办的 好 其实在明天礼拜六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也跟我们今天的议题环保方面的方式呢 这个议题有点相关 就是每年的3月28号 世界各地都会举办地球一小时的活动 号召全世界的民众在特定时间内 关灯一小时提倡环境保护 所以今年呢 光野保护协会就号召全民在28号晚上8点半到9点半 关灯响应节能减碳 根据以往经验关灯一小时 你知道吗 可以节省6万度电脑 相当于100万棵树一天的吸碳量 这个我要做 我一定要做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你就可以开始做了 台湾是在晚上的8点半到9点半 关灯一小时 好的 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预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志平跟宛如再者跟你说声拜拜 下个礼拜一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